连线消息我们就要带你来看到特征组针对了今天第三度来到宝莱救训无熟针 做出了最新说明 我们要连线给记者郭昭祺 特征组三位检察官今天呢是前往宝莱三度的来救训无熟针 而究竟整个救训的结果是如何 先来听听特征组的说法 有问的合作 有问的答吗 当然 你问他是不是有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 应该是很平和 问中途曾经休息过几次 休息过一次十分钟 中间有吃药或者吃明镜吗 没有 黄芳燕先生今天有具状陈述 他因为移居国外 需要办一些手续 没有办法按时前来 就是有请假 那这个理由检方接受吗 他是证人 如果说他有正当理由 无法到庭 那我们只好再传 所以他想要他在哪里吗 他有说移居国外 他有认识他在拜移民吗 他说他移居国外 去年移居国外 没有说这个在什么地方 所以主任他是说这整个移民的手续已经完成了吗 还是正在处理当中 他说是办一些手续 主任他现在目前的身份还是证人吗 是 还会在第三次证人身份传他 应该会 在近期吗 那看侦查计划 他有说他办移民手续还需要做什么 他没有说 可能可以看到呢 特征组发言人陈云南氏表示呢 黄芳燕今天呢 是以移居国外需要办手续为理由 以国内邮寄的方式上 检方地状来请假 而特征组目前呢 也接受了这样的请假程序 而另一方面呢 特征组也表示呢 今天整个询问的过程 吴淑貞的态度相当平和 有问必答 而且呢 身体呢 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状况出现 而究竟呢 吴淑貞的证词 会不会对整个案情发生影响 整个后续的情形呢 我们也会全程来掌握 先把宣传的彭蕾主播 好我们现在朝期的最新年线 参组是针对了今天第三度 来到宝来就训吴时珍 还有黄芳燕的两件事情 来进行说明 而提到